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旗海飘扬就是这一种 我们的气氛是不让马拉奖纳球场 信息的 也看得到我们无论是德国和阿根廷的支持者 都是一样如此兴奋的 但是我看到是不是德国的旗会比较多呢? 是吧! 阿根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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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一点,控制情绪一会儿再说 哇,很懂得寻食,很懂得寻食 看得到镜头,就是... 先试一试,好似今届世界杯大家会看到 好似今届世界杯大家会看到 就是很多球迷都很懂得在镜头上寻食 一看得到自己,明明巴西在输球 嘿嘿嘿嘿嘿 所以你说巴西这次拿不到世界杯会不会是1950年那次 简直是国殤呢? 我告诉你们肯定不会 因为它不是巴西... 无论它拿不到世界杯 巴西已经已经在国殤了 这么多的社会问题存在 所以呢 这个世界杯它拿不到 只不过代表自己是彻底失败的意思 OK! 先讲讲我们今天... 首先这一部分就是有大雷台 大雷台我们的主持有Tony 有Aaron 有安东尼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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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卡神 还有小弟文杰 去到2.9左右 就会开始我们这个... 就是史无前例 可能只是做一次而已 就是这个... 名字就是这样叫的 人家叫做低俗广播群 但是看上去呢... 好像也没有低 不是... 动物在这里就好看很多 是不是? 是不是? 但是没有动物在这里 怎么办呢? 就唯有我们现在呢 都要在这个范围里兜 我们这个叫做粗粗轭续广播群 大家可以肆无忌惮 就是你认为一些最适合形容球赛 进行之间气氛的座语池 全部都能够集体爆发的 没问题的 全部都能播放的 这样 OK! 我们首先就要讲讲 就是... 昨晚... 昨晚贵军战 贵军战大手交易 没有人会怀疑的 不过呢 就是场面这么一面倒 ee... 很難不讓人懷疑 我們這裡有這麼多現場觀眾 我想問有沒有人覺得對於昨晚的結果是意外的 沒有 竟然是巴西 輸贏不意外,但比數也不意外 少了,你猜多少 又5比0 5比0是半場還是全場 德國上一場半場也5比0 這場荷蘭全場贏5比0也不過份 我想數就未必是這樣算的 應該怎麼算 如果是這樣算的話 例如巴西打王墨西哥 那是否德國又能炒到墨西哥這麼多球 這些都能引伸 不能這樣算 可能加了兩場一打,比較好計算 上場七球,這場五球一打 加起來就有一打 巴西昨天那場球 你看到他們的精神面貌 本來一出來,打算跟你去過 這個精神面貌只是走到唱完國歌那一刻 也就是泰雅高斯華復出了 神這麼早的人已經催 說你的後防一定穩定很多 結果呢,同樣是這麼疲軟 兄弟一人一夜 現在這個畫面正在交代我們講的那場球 好像吃了快眠精 整個人去巴西 這樣搞法真的不行 特別是巴西 我想一個球員,大衛雷斯 大家對於他今屆的表現如何 大衛雷斯其實去到八強之前是非常之好 但是去到八強 就是對哥倫比亞的時候是出事的 你看到有時候這些清波 以前那些清波通常會清得很漂亮 甚至比自己的中場 但是那時候他腳震到 大腳清了側一點 對哥倫比亞他也進了一個漂亮的 你看到他有些清波是很噁心的 你看到他會散高一點 通常他在大衛雷斯之前 是斬到前面的正中場前面 但是有時候可能是 知道他落地鼓四邊衝過的時候 他踢高了他 九成九成五成五成 我覺得大衛雷斯表現非常穩定 是穩定地幫助對手打多個前鋒 譬如你昨天那球球 他是助攻伯蘭特 你正常一個很老實 我和文傑你下去 那個球先頂到底線 我想馬剛站在他旁邊 老老實說 就是叫做雲霍斯頂給他 其實也沒那麼漂亮 對 大衛雷斯作為中堅 他昨晚沒有一件事做得對的 好像輸第一球 他和泰高斯華的位置是前後期的 他頂不贏之後 結果又累到後面泰高斯華就出了事 然後第二球球 剛才安爺講完 他的球 其實他頂起來中間 是跟他的性格有關係的 他喜歡冒險 他個人喜歡冒盡 喜歡take risk 喜歡搏 結果就把球頂到自己的小禁區頂 打算有隊友可以倒閉 然後就開始另一陣的攻勢 結果就倒閉就倒閉 但被對面倒閉 看完大衛雷斯這幾場球 誰最開心呢 不是德國粉絲 不是荷蘭粉絲 摩連奴 一定是摩連奴 第一球是整條後防線都不集中的巴西 巴西 其實那個十二馬也是有一點錯判 因為很明顯是禁區外 沒有進去的 但是你看到 就是追過去 其實這個麥士維 都不是很集中精神的 即是他的態度 都是去一下不去一下 證明了 整隊巴西的精神面貌出現了問題 而不是說 就是不要賴 沒有了尼馬 沒有了施華 就是這樣 這些說法太表面了 我們做節目 不講這些那麼表面的說法 四強的時候 其實已經看到巴西過往 在八強之前的防守 其實是很堅挺的 但是四強之後 開始倒閉了 其實大衛雷斯在貴軍戰 和四強最後的時候 大家看到他 像是中風多過中堅 絕對是 有好幾個衝上去 又或者這麼說 其實今集 把你和Edwin兩個擺在一起 都是一個考驗 為什麼呢 為什麼這麼說呢 遲些告訴你們 這樣就是 我覺得巴西一直到八強 對哥倫比亞那場球 其實他們的犯規 或者碰撞的次數 非常多 不知為什麼 一到四強開始 就開始收斂了 一收斂了巴西 斯文了的巴西 馬上就沒有了 這個會不會是 就是 士高拉里 只能去到一半 又不去到一半 其實巴西已經 不是去不去到一半 巴西已經沒有了 為什麼他不繼續去呢 他沒有其他公教可以做 其實好像 我意思就是說 為什麼他不繼續 他那個緊迫的踢法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到 詹斯特的股師 其實哥倫比亞 是中場 透過詹斯特的股師 甚至 一班中場 在中間押過去 一件事 不是他做不到 押不下去 而是根本 是做不到下去的 我覺得是因為他們 去到教後的時段 他們本身真的 整班幫他收斂了 哇 你在鏡頭面前過嗎 肥仔 嗯 啊 真的 嘩 你的鏡頭 第二個就說 過鏡頭很嚴重 你知不知道 阿米今天特意遮到頭 這樣也要上鏡頭 他眼鏡也換了 說回來 巴西他本身 去到四強那場球 就馬上 在場上的緊迫 以及碰撞 就沒有那麼激烈 那你說如果 喂 之前這麼多場球 你說 由第一場球 對黑羅地亞開始 墨西哥 我嚇墨龍 是不是 一到四強 是不是你碰不到我 就是 德國的球員 你想逼都逼不到 有沒有差那麼遠 剛才文杰提到 是不是來到四強 為什麼會有一個突然間的收斂 我想其實有兩個 兩個最主要的原因 第一就是 他要看看對手 對手就是德國隊 那第二件事 就是 譬如在竹君祖安等等 節目都強調 巴西他背負的壓力 是很堅很堅的 他們什麼叫壓力 是可以令到 他們突然間可以 唱歌歌的時候又哭 然後入球的時候又瘋狂 人好像失控了 所以他突然間 會有很多 譬如有腳軟等等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他們的心理 是應付不了今屆 即下來的壓力 不如問問我們現場的球迷 就是覺得巴西今屆 有誰 你覺得有些好 也有些好的事情 有什麼正面的事情 可以再說一說 是啊 各位球迷 我們現在說巴西 就是 覺得巴西今屆整體的表現 或者有些什麼球員 都會令你們留下 一些深刻的印象 是否要舉手 如果有球迷 想發表意見 可以揮一揮 雖然你的旗不是巴西 也扯一扯自己的旗 讓我們看到你們 可以發表一些意見 咦? 內臉一點 哇 大家 不要緊 我們直問 就你先 是啊 是啊 巴西 巴西你覺得今屆的表現 是怎麼樣的 給了你的感覺 不行 不行 不是 你看了多少場巴西 看了這麼多場 那你應該是好得了 好得就是一本書來的 森巴足球 是不是 就是完全不是你看開的那種風格 我覺得最好是馬桿 馬桿 但是馬桿最初那幾場都不是 他說最好的表現就是馬桿 但是馬桿最初那幾場 其實都不是一個正選 是啊 是啊 就是輪流換 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我覺得兩個人的效果不差太遠 其實馬桿呢 其實馬桿他都不是特別好 只是他沒有其他人那麼壞 是吧 就是 你看巴西濺波的時候 馬桿就不入鏡 就是這樣的意思 好 又問一下這一邊 來來來來來 這一邊 巴西你覺得史高拉里這個教練 就是 用不需要呢 就是要引夠辭職自己 不要說炒了 自己走吧 我覺得就 我覺得他應該都要引夠辭職 都要引夠辭職是吧 是吧 對 對巴西那麼多 嗯 是吧 但是你猜不猜到會這麼差呢 巴西去到後期 我覺得 有很多 軍中錯 但是我覺得巴西也是 摸摸摸摸摸摸 咦 你這麼有慧眼啊 你一早就覺得他不行了 就是你從來不看好他拿冠軍 是吧 嗯 真的 就是有些球迷都這樣認為 因為 始終呢 不是太喜歡他們那種風格 OK 那說一說吧 我讀一些網友留言 1023就說 文潔和各位主持好啊 是啊是啊 我們的大擂台已經是開始了 又說過荷蘭隊 大家都說過荷蘭隊 其實荷蘭這隊球 我想 譬如你只是說他 或者入不到四強 你賽前走去鼓的話 我都覺得大家是買入不到多些的 就是 大家都會覺得 譬如 在B組的時候 已經是可以西班牙 摸著智利地出線的 但是出來他可以 第一他先拿走一個守名 那第二件事就是 你會覺得 起碼他的後防呢 會打出來一扣一扣的 誰知道不是 譬如 龍門斯利晨打得不錯 即是 他沒有機會在十二馬那裡表現到 譬如 維拉也是給大家 應該是跌眼鏡 可以形容 猜不到他 他越劈越好 他分分鐘 如果我現在看到他 今屆最佳防線的陣容 那個中堅威 可能要預算他 我想就是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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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維職 欣迪 維拉 你試試沒有維拉 撞著其餘兩個身 荷蘭都真的 可能未必捱到這麼遠 是啊 遲些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國際總協宣佈 最佳11人 我自己覺得 應該會有一至兩名的荷蘭防守球員 會在這個陣容裡面 還有其實都講過 就是 你講了哪兩位呢 華拿 或者大家講的 維拉 另外 比連特 或者白蘭特 因為他其實 今屆多個位置都踢過 而最難得的就是 你放他去哪一個位置 他都是聲任有用的 這個我也很同意 另外網友就是 C S 624 624 就說 我記得很多主持都說 荷蘭是八強 沒錯 坊間時 現在流行一些什麼潮語 就是什麼今天的我 打到昨日的我 是吧 形容某些事情 是可以諷刺到的 但我覺得在足球來說 就應該 永遠都是今天的我 打到昨日的我 就算我們做球迷 都一於是這麼說 你怎麼猜到 荷蘭打得這麼好 是不是 不是的 我們起出望外 這個可以的 近年早就說是四強的 一早就知道 第一、二集被說是四強的荷蘭 近年令我很朴朔迷你 究竟是西班牙的 阿根廷還是荷蘭 喂 待會給你講 待會我們去到 廣播團的時候 給你講一下 哈哈哈哈 還有今天的我 不是昨天的我 雲高爾自己就說 我不想打貴軍戰 我反對這個貴軍戰 講足十年 結果昨晚 就排出一個強陣 我自己都整地眼鏡碎了 結果就真的是 作賽態度都很正面 整群球員都很積極 就大炒巴西一場 還落了你面 抵贊 那我又覺得有時候 那些一命二運 這麼早有一個莫須有的十二馬 雖然那十二馬都是靠荷蘭的球員 努力逼得回來的 小菲又這場球 又拿了這個man of the match 整場球 荷蘭表現出來很正面 但我又不覺得巴西是真的想放棄的 真的行衰運 我覺得那個 即是說 貴軍戰多餘是煙幕來的 其實 你86年開始計起 每一屆世界盃的電軍 都沒有什麼好下場的 尤其是90年 英格蘭第四 下一屆就打不到 98年 荷蘭拿第四 又是下一屆 決賽都打不到 然後上一屆 烏拉龜搞的咬人事件出來 好位邪丁 大佬 那你06年就葡萄牙 10年你覺得發生什麼事 都未必的 這麼巧 我知道南美隊強大 下屆巴西人沒有份 不是 會不會 阿近 有些例外 有些例外 78年 意大利拿電軍 下一屆就拿冠軍 是啊 是啊 自己打到自己 哈哈 阿近有很多歷史 阿近就是一本白科傳書 真的很厲害 荷蘭 大家還有什麼要補充一下嗎 有 我希望阿勒去伊瓜蘇局 跳一下笨豬跳 哈哈 這真是一個 荷蘭球迷的羞恥 但是跳的時候 不是笨豬跳 那不是笨豬跳 沒有放肆跳 是不是 不是 就是 荷蘭 不同人有不同人的支持方法 他起碼不會先說其他隊 對不對 我都覺得 他有他的 投入的程度 其實球迷的事情 理性不理性 都是這樣玩的 荷蘭 大家這麼少說話 說過荷蘭 除了阿近之外 不如問問阿York 阿York是荷蘭粉絲 有什麼感覺 我們走到這麼遠 我們的咪高峰的感應 就不是這樣 你不要問過這麼遠 大哥 OK 但是我記得好像沒什麼荷蘭粉絲 不要緊 你一早買了荷蘭粉絲 你一早買了荷蘭粉絲 買了荷蘭球衣 那你是不是很失望才對 今天 他已經還了我一個教堆 昨天我買了大機不開的 哈哈 那你要多謝韋娜杜姆 不是 他給了荷蘭 他留守 最後的保持 加三次入球 哇 又是大圍雷斯 追著追著 追著不追著 你這個交代 應該都是雷斯跟你交代 OK的 說回荷蘭今屆 其實他一直打下去 不僅在陣上 可以演繹得這麼好 每一場球 還有荷蘭他們陣中的球員 一些我們以為只是二線 尤其是那條防線 荷甲的水平 是怎樣的 你撿回荷甲水平的防線 又沒有什麼經驗的 真的沒有辦法不令人擔心 但是一路打下去 是他們連那群球員也有進步 那我覺得這個真是最開心的 還有荷蘭是這麼多年來 可以用完二十三個 你看到雲高爾 他是 他真的有個計劃 有個編密 你不要管他是出一分鐘 還是三十秒 就是你看到他 他是可以拿完那二十三個人 他選得進來 他就知道什麼時候 哪一刻 我想你問一下球員 這個荷蘭實物 如果打到要射十二把 換進去的那個 就不是和武 都是換高爾 那他也有個計劃 所以說雲特華志 進不了就留不了位 就是這樣 等都等不到 他現在在廣州踢到的 等個位都不等他 大敗意給他 六比六 六比二 就是寧願這樣 是的 都不踢世界盃 寧願去廣州大敗一場 還有看完荷蘭之後 我想 其實也有荷蘭粉絲 你可以看到 譬如有幾個九十候球員 大家會有些安慰 譬如迪比 欣迪都當他拿經驗 還有其他 譬如蘭斯 迪維職 還有 譬如 阿根廷那場球出來 都完全不欠場 卡斯 等等有很多新星 就算荷蘭今屆 你說這樣的人腳 我不理下 你是不是雲高爾大 或者希丁克等等 其他教練 我都覺得 他拿著這班年輕人 他還可以在歐國杯 世界杯 起碼可以再衝一衝 其實如果說荷蘭今屆 我覺得重點有三個人 其實現在去到貴軍戰 是靠著這三個人 不是諾濱 不是雲佩斯 是三個人 迪維職 古治 和白蘭特 這三個人 為什麼今年荷蘭打五個後防 三個中堅要少些出來 最中間 當然是華爾排中間 但其實迪維職的體位 不是曬波 是幫了很多手 還有一件事 就是迪維職 華爾和馬田斯坦斯 三個人很少出來 現在兩邊的 負責防守 役位 是古治 和白蘭特 都做了 就是靠他這麼穩健的防守 才可以幫到 其實荷蘭隊 頂到他們 現在去到貴軍戰 其實 古治 反而說 迪維職 他們當然年輕又厲害 但雖然他們很讚 其實我更加讚 是白蘭特 和古治 古治在第二場 才開始正選 但他和白蘭特 之後的作用 在左右翼懷的防衛 和協攻 是非常非常之厲害 所以其實 諾斌 諾斌和雲貝斯 第一場 其實是靠白蘭特 釣成兩球 才可以做到西班牙 去到貴軍戰 其實都是這兩條 在主打 全部比賽 所以如果 剛才不知道誰說 你要找到荷蘭隊哪幾個 第一是白蘭特 第二是古治 第三是迪維職 這三個 沒有這三個 不會是四個 有件事 我不知道是錯過了 是否肯定 希丁克接任 是的 肯定 肯定了 所以 最後 除了稱讚一群球員之外 當然要歸功一下雲高爾 當然 雲高爾 最後一場比賽 帶領荷蘭 接下來就會加盟萬聯 應該也有不少萬聯球迷 對他很有期望 接下來 這句說話 跟莫耶斯去年加盟萬聯 球迷也是對莫耶斯很有期望 同一番說話 說說第二次 看看會不會有另一個結果 那是不同級數的 雲高爾 差點高很多 那就是荷蘭 你說是否真的好得這麼厲害呢 我們欣賞荷蘭每一場球 是怎樣扭進六人去比賽 無論是戰陣 以及球員的投入程度 但是你說 是不是真的很強呢 去到這一刻 我們仍然要說 他的班底是有進步的 但就不是真的強得這麼厲害 因為 你看回他們 無論是對著 哥斯達尼加 哥斯達尼加 或者阿根廷 都沒有辦法可以進入球 這個不是一種偶然性 最為人救病就是中間的洞空了 史萊達幫助前面 雲佩斯和諾賓的功效 其實都不大 最中間的 韋娜杜姆也好 或者是迪貝斯文 全部都是 其實我懷疑那兩個 根本不是正選人 那些正選應該有的質素 不是 他們一直打下去 是有個表現 給大家看的 如果我們去分析 譬如今屆荷蘭有什麼 還是差一點 我覺得會差了中場 他組織 他運送的球 上去過一半 譬如你看到荷蘭 譬如雲高爾 今年砌陣容出來 主要是圍繞著 譬如先打好防武 等有機會才反擊 你看到他譬如 有些猜球 幾腳球 其實都會失去的 而且他主要是 三個球員 前面三個大家知道 史尼達、諾賓、雲佩斯 這三個球員以外的球員 其實他們不是很認真融合到 在進攻裡面 所以你可以觀察 譬如偉尼杜姆 迪古斯文這些 他可不可以在未來的 歐國盃 世界盃 在進攻組織那裡接到很棒 倒不如這樣說 在打法吐露那方面 其實是十足十的防反戰術 就是你遇到一些 人家在後面鬥著等你來的 那些 其實荷蘭是 攻門的效果 又不是那麼好的 隨著 亞近廷那場 直成讓我們彈 大家 都鬥著 留著 雖然荷蘭相對地積極 但是始終都是 防反的戰術 就沒有運用得那麼出色 或者是你沒有這些人 因為你看看前鋒 正前鋒 亨特拉爾 或者鄭明蘭斯 那些似乎 荷蘭長球輸給阿根廷 得數 最重要的 關鍵點就是 諾祖和薩巴利達 那場球打得太好 所以荷蘭 一向靠兩側上網 就被人釘死了 完全中間都是空心的 那場應該也是 爆肝的馬斯查蘭奴最好 那場球 韋國娟很少見 等一下會再說一下 馬斯查蘭奴這個球員 今屆 在阿均廷來說 真的比美師還要重要 還要是這樣的 OK 恭喜荷蘭隊 成為了今屆世界杯的貴軍 他們入球 入了十五個 以七場球入了十五球 都算是幾 以防範足球的球隊來講 都算是幾有差勢的 八定時間沒有輸過球 也沒有輸過球 一直到八強四強 和今屆 貴軍戰 全部都沒有失球 失球都很少 失球最多 反而幾人是對澳洲的球 但是大家覺得他會硬炒幾個 那時候 反而他那場對澳洲 反而失了兩球 荷蘭主公沒有套路 有個球迷就問我們 我們說過打防反戰術 那你說有沒有套路 就有 沒有一個百分百的 可以勝利的戰術 這個世界上 始終都是靠你那群球員的質素 或者是 你那一刻的狀態 或者是球員理解的戰術 演繹的戰術 能力有多高 這樣 就不是說他沒有套路 我想我明白 他為什麼這麼說 可能就是因為 雲高爾他自己制定那套戰術 他不喜歡 不希望在後場 就這麼輕易失去控球權 所以呢 很多時候大家會看到 那三中堅 阿華娜 迪維積和馬田斯欣迪 很多時候都是 作出一些 沒有什麼滲透性 沒有什麼侵略性的傳球 變成 不能猜到球 上去中前場的時候 另外 史尼達其實 這一屆的表現 都比一零年那一屆 我自己覺得 我個人認為 是有一點點不及 不止一點 如果對比一零年那屆 一零年那屆 是他不能夠拿到金球獎 你問一下近就知道 真的都被視為黑幕 但原來 史尼達 還沒踢貴軍戰之前 原來史尼達是 成屆世界盃 他覆蓋 即是他跑動的範圍最多 即是可以去到六萬多米 總共跑了 你猜到一個技術型 創造型派牌的中場 是可以放在荷蘭裡面 他竟然是跑得這麼多 即是他可能 有很多時間 他收了下來幫雲高爾做防務 那這一度 可能他花了很多體能 花了很多時間 去做這些事情 導致他 這樣的數據 你可以這樣說 我們說回巴西那方面 巴西 我們再繼續說一下 既然你支持荷蘭 都可以批評一下巴西 你覺得巴西接下來的路向會是怎樣 我覺得首先要找一個教練 這個一定是第一 因為我們都很想看到 譬如我不是巴西球迷 但我也很想看到 巴西可以翻回一些快樂足球的風 我不是要你被人踢 你都在這裡笑 我是想起碼彈幾腳 一個人沒有幾腳球 有些事情先看看 其實如果巴西 我聽說 史哥拉尼好像不想走 但我想巴西足種 都會踢他走 因為始終就是你這兩場 這麼恥辱性的敗仗 如果你繼續用他 我想就算 巴西那些球員服 我想巴西的民眾都不服他 真的很奇怪 你說去年拿到周濟國家盃的時候 又說彭麗娜一起撿著防守 你想想巴西現在的防守多強 此一時去一時 其實正正就是因為周濟國家盃 令他們太自負 以為這個套路可以 再次為他們拿到世界盃 所以就是這種自我 令他們在巴西 在這個世界盃 是恥辱性出局 真的在人緣都沒有什麼大的調動 就是沒有大便 跟去年周濟國家盃的班底 還有就是要看他們那個 講到取向之前 看看國內有沒有人才盃 因為假設 舉前鋒線為例 對上其實這年幾兩年 入選的前鋒 即是今屆賽事沒有入選的前鋒 另外那幾個呢 說的是李安杜達米奧 卡迪 這些在國內尋尋的球員 另外羅賓奴 大家都覺得他好像有些走下球的球員 我就是覺得進攻球員 沒有什麼出產的優良產品 是啊 我們如果說人才那裡有兩個球員 我是失望的 就是他最後入選不了 當然我自己 李麥浦球迷會 希望高天奴可以入選 那第二個球員 但是高天奴夠不夠班 不是啊 你要放一些創造類型 在那裡 譬如我們看巴西和舒近坡 你覺得有誰放進來 可以扭轉到 戰術的那樣東西 我呢 我呢 就是什麼 我也仍然掛著 如果你說 放回那個人下來 我就想起細小 哈哈 沒有 最好的 還有另外一個球員 他在球會和上屆 一三年的這個 周仔會打得不錯 是盧卡斯摩 你可以看到巴西 尼瑪被人握了 你找不到第二個 可以上到球的攻擊點 你是唯有盧卡斯摩 就是班辣特都不算 就是下到這兩場 看到就不算了 那你唯有是 找一些 另外一些類型的球員 放在後備 你不要後備全部 都是保連盧 拉美利斯那類型 是吧 那你換完等於沒有換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所以我就覺得 他周濟國家盃 拿了冠軍的時候 他已經定了世界盃 用什麼人的了 就算上季 就是古天奴 盧卡斯摩拉打 那麼好呢 他完全都沒有想過 我想斯高拉利 是完全沒有想過 在那23個人名單那裡 是轉人的 那這個 就是 自食其果 這一局 那他 我相信他也會走硬的了 但是 大家又不要看巴西這麼悲觀 始終 頭黃光 又很難說偶然性 因為連續兩場大敗 你要看國家文化 就是以後他怎麼走 就是巴西 早 早十年前 他說全民街前鋒 他其中有一個在賓菲加賺錢的前鋒 你知道他本身之前在巴西做了什麼嗎 他是一個便利店的收銀員 然後他在街上踢幾東西 他在球打威的店 然後就去了賓菲加 現在有沒有這樣的球員 找到出來呢 可能有時候就是因為 經過足球去演化出來的人 有錢了 以前那群窮了一群 甚至乎是拿牙蝶路一群 其實窮那群他們怎麼踢出來 在街場踢出來 跟現在的青春學校踢出來 就是沒有那麼草根 但是本身你講的那個青春來講 你投放的資源 就是如果大家在足球學校這樣 你又可能不夠德國 或者不夠西班牙那些那麼有系統 就是如果你用足球學校的比例的話 巴西就一定輸了 我想參比仔剛才提到的那個 我加多一些東西 就是以前巴西 你很多年輕人小朋友 你一出生 老爸就跟他講 怎樣找到吃 你踢好些球 有些法國有其他會 買起來 你多出些糧 這樣就找到吃 但是你現在巴西的經濟發展了 你巴西人要富庶 不再靠足球 所以足球不再是唯一一個途徑 這個問題呢 我們容後 真的 在星期一至五 接下來 這個星期 我們有一個世界盃回顧的特輯系列節目 再跟大家探討一下 巴西都有很多東西可以說的 OK 好了 那補一步呢 補一步呢 補一步呢 一會兒 決賽了 德國對阿根廷的出場陣容 已經有了 德國四二三一的陣式 搜門員就是紐亞 德國等你們 沒有聲音 好 右閘是拿武 中堅一對中堅組合 就是僑姆斯和保定 左閘是侯偉迪斯 兩個防中 就是基迪拉搭著小豬 前面三個進攻中場 分別就是有左手邊的奧斯爾 中間的卻奧斯 以及右手邊的湯馬斯梅娜 前面 繼續用高盧斯去頂住 好 OK 另外呢 阿根廷那裏 他擺出來的這個陣容 都可以當作4-2-2-2 這樣就是這個羅美路的搜門員 另外呢 薩巴列達 右閘 中堅呢 他很信任這個迪米哲利斯 一擺了他踢之後 就不捨不擺他踢正選 迪米哲利斯又回答這個嘉雷 另外呢 左手邊就是今屆叫做廣貴人熟識的 一個非常之高大的左閘 6尺2寸半 另外中場那邊 兩邊就是佩雷斯 以及這個 娜維斯 我想是稍稍退後一點 陪衛在中場和前風扇之間作支援 收到左邊防守 另外呢 防中我們剛才就說過了 上一次唯一 救阿諾賓的射門 就拉到江門都裂了 這個馬斯茶蘭露 爆江是不是真的很痛 爆江就是爆江門 我想在座未必有朋友試過的 試一試才知道 試過也不舉手 比喻加吧 這個之前效力的比利時 我不是烈光 我不是烈光 唉我們不斷說的 那麼前風扇就是美斯支援這個 希古恩的 美斯覺得他的表現如何 這個屬於是 OK啦 OK啦 真的 沒有啦 其實都已經覺得 不是理想之中那麼厲害 不過呢 美斯始終也是球王 你們常球五球 一來了都不得了 OK 我們的大雷台節目來到這裡 休息一會兒 待會兒就開球了 了 1 2 1 2 1 1 2 2